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顾民怨沸腾 连爷爷执疑附中参加阅兵大典 还在纪念馆提下 14年写类史 应得省尸万世民 形同为中共史冠背书 让台湾出现难得的蓝绿和解 首签售大妈连战卖台 有趣的是 连战所赞同的对日抗战14年 正好给长期接受国民党史冠的我们 一次重新思考的机会 究竟教科书上硬帮帮的卢沟桥事变 详细会赞在打些什么 一分抗日两分应付 七分发展 十万青年十万军 此为何而喊 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恩怨勤仇 又是怎么一回事 比较点列出三个最长引起争议的问题 欢迎大家一起讨论 如果哪位强者能分享给连爷爷欣赏 那就更棒啦 对日抗战到底打多久 国民党一向主张 抗战之所以会爆发 是因为日本1937年发动卢沟桥事变 讲届时演见战争在所难免 同年转开全面反击 直到日本1945年投降 彼18年 共产党只有不同见解 认为日本至1931年的918事变 就开始进攻中国东北 当时国民政府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只有共产党建立抗日军 和敌方义勇军共同作战 因此中共的使官是局部作战6年 加全面抗战8年 所以啦 国民党反应会这么大 目的当然是捍卫国民党使官 再次和中共强调 仗是安打的 别想收割 共产党则想把谁领导抗日的争辩 转换成谁先抗日 意图削弱国民政府抗战的重要性 甚至凸显国民党自己人打自己人的矛盾 由此看来 独共两党真的其实不是实施 而是政治意识的发育游先权 对抗战是谁领导的 相较于国民党始终如一陈述 抗战是由国民政府军的蒋委员长所领导 共产党的说法则立定了几个转折 从1949年单独领导抗日 独共共同抗日 到80年代国民党打正面战场 共产党打敌后战场 明眼人都明白 共产党刻意避开UC领导的大灾问 专案主张 专门中共可是抗战的中流砥柱 不过如果从军队规模观察 抗战前两方直立差距极大 尤其共产党25000里长征之后 军队人数从30万达到剩不到3万 没被国民政府歼灭已经要偷笑了 怎么可能还有余力领导抗日战争 另一件事实可以佐证 当年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时 将蒋介石软禁 毛泽东大喜过望 希望张学良赶快把蒋公投给做了 没想到苏二进投下反对票 原来当时日本也有部队从中国东北晋级 意图进攻苏二 为了让中国足以牵制日本 苏二甚至派出支援航空队支援国民党 这个选边站的动作 足以证明当时蒋介石才是领导抗战的主角 共产党不认真抗日 我们以前读历史的时候 课本总再三强调 毛泽东一分抗日 两分应付 七分发展的策略 换言之 就是正面作战交给蒋光头 共军在后方游击支援 能不打就不打 壮大实力才是主要的物 不过若说共产党完全没看过日 似乎不够公允 大陆军曾在1940年发动百团大战 超过10万人在华北进行游击战 成功降低国民政府的压力 事实上 对日抗战达到后期 国共双方心里都有数 最大的敌人不是日本 而是彼此 在抗战期间 两边已经出现多次摩擦 例如著名的黄桥战役 共产党控制的新四军为了拓展势力 与国民党政府军开战 造成上万人伤亡 但其实不止共产党不认真抗日 国民政府在后期是忙于内斗 也因此抗战才会打得如此艰苦 说了这么多 本集一焦点 希望带给大家一个思考点 虽然历史是胜利者所谱写 但是真相绝对不会只有一个观点 抗战历史事件 例如阅兵大典 今天抗战胜利的活动 一定要多去聆听各种声音 避免落入特定意识形态的陷阱当中 不管是台籍日本兵 外城老兵 还是围安妇 他们的遭遇都是历史的一部分缩影 与其争论谁是正统 不如拿出一张椅子 好好听他们聊聊当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